说到朱志文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农民歌手 自从参加星光大道以来 朱志文的名气就非常高 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朱志文出生于山东农村 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农民歌手 但其实朱志文还有另外三个身份 朱志文并不是农民歌手 真实身份曝光后 网友表示 葬的真身 朱志文来自和泽市扇县郭村镇猪肉村 家境挺寒 小学没有读完 除学务农 但他自有酷爱唱歌 嗓门红亮 声音质不圆润 在村里外号叫三大嘴 在天眼里 地霸上 小院外 无助不留下了他美妙的歌声 这位普通农民 以重地 达林工为生 风扬老人 招呼两个年幼的孩子 年收入仅仅5000元左右 2011年3月 身穿军大衣的朱志文 在山东广播电视台 《我是大明星》节目上 一举滚滚长江东市水轰动全场 用来一手托灵营的掌声四起 大一个朱志文从此脱颜而出 成名后的朱志文 并没有像很多网红歌手那样 搬到城市居住 依然居住在自己的农村老家 有了名气的朱志文 经常参加一些演出 家庭经济条件好了后 心地善良的想法 设法改变乡村的面貌 出现处理给家长修路 修建自来水 给学校 敬劳院捐款 一个农民能红的如此程度 引进网友好奇 他的身后究竟有什么力量 随后有网友曝光朱志文 并不是普通农民 真实身份被曝光后 网友直呼原来我们都被骗了 据悉如今的朱志文 有着三种身份 第一种身份就是 山东省的禁度大使 能担任禁度大使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他在各方面的要求 都非常高 第二种个身份就是慈善大使 朱志文近些年 一直投身于公众公益事业 他还把自己成名的军大仪 给拍卖 然后把钱捐给贫困山剧 第三种身份就是 何泽氏反诈骗宣传大使 朱志文可以说是 何泽氏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以他的呈现和他的名气 完全可以担当 如此优秀的朱志文 也难怪会那么红了 不过尽管有如此多头衔 低调不忘本的朱志文 依旧在农村生活 也难怪大家都被骗了 大家喜欢朱志文吗 欢迎留言评论